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神秘面纱 常会感到腰背疼痛 常出现在夜间 仰卧平躺时加剧 弯腰或侧卧时减轻 但此时病情多是晚期 60%以上的一头癌 会出现黄胆 这种是肿瘤发展 导致胆管梗阻引起 发生黄胆时 在怀疑肝病之余 也应该警惕 是不是一线癌在作祟 关注大众卫生话题 倡导健康生活方式 观众朋友大家好 欢迎收看吉林卫生 今天来到我们眼门室做客的 还是我们的老朋友 长春肿瘤医院 MDT检疗中心的 刘炳毅 刘主任 你好刘主任 主持人好 观众大家好 刘炳毅 主任医师 教授 博士生导师 长春肿瘤医院 MDT中心主任 原吉林大学 中日林医院 基本外科主任 全国著名肝胆疑外科专家 基本外科类基手术 两万余例 擅长甲状腺肿瘤 乳腺肿瘤 肝肿瘤 胆管肿瘤 胰腺肿瘤 胃节肢肠肿瘤的 微创治疗 对肝癌与肝硬化 门静脉高压 有着深入的研究 并获得科学技术进步奖 发表国家级 省级论文六十余篇 编写老年外科学 及肝胆医新疗法 等七部医学著作 曾任中华外科医学会 东北三省秘书长 吉林省外科协会 副主任委员 常任市外科协会 副主任委员 中国乳腺癌研究委员会 主任委员 也是非常欢迎刘主任 再一次来到我们 免不是做客 那今天刘主任为我们带来的 还是关于这个 胰腺癌方面的知识 在上期节目当中 我们主要聊了一些 是关于手术治疗方面的知识 今天咱们来继续关注一下 胰腺癌患者在手术之后 有哪些需要注意的问题 那首先我要问一下这个刘主 如果一个患者已经做了手术了 他应该注意些什么 手术那么大 手术时间那么长 那么病人的恢复 也是非常重要的 那么手术后特别重要的是什么 就是控制饮食 因为我们做的这个手术 是鲜化道重建 我们这个手术做了什么 做了空肠和胃力温和 做了空肠和胆道的吻合 做了空肠和一线的吻合 那么这些个吻合 它要长好了以后 运合好了以后 消化道才能够通胖 如果是运合不好 它就漏了 漏的结果是什么呢 这些消化液 包括疑液 胆子 胃液 漏到腹腔以后 那就引起严重的腹膜炎 那么长期地漏 病人不能进食 这样的话就使病人的体力消耗大 就非常危险 所以这个手术后 我们要特别注意一点 就是紧食 不能吃饭也不能喝水 这个大约是最少得五天 五天的时间 其实需要正常时间之后 这个疑腺癌手术的患者 可以进行到正常的饮食 是吗 这么长时间以后 它所说的 能进食的时候 一开始的时候 只能进一些米汤 还有一些个水 还有一些个 比较稀薄的食物 就是全流 那么全流吃了两三天以后 发现没什么问题 消化到没有漏的情况下 我们给它进入到半流 半流你就可以吃西粥 面条这些东西 那么吃个七八天 十来天以后 才可以逐渐地 恢复到正常一时 我们知道 这个肿瘤疾病 难以应对的原因 一方面是 早期症状不够明显 无法引起人们的注意 另一方面是 人体自身免疫力下降的时候 那也是给了 肿瘤疾病的可乘之机 那么接受过 手术治疗的患者 他需要多长时间 进行一次复查呢 这个复查的内容 都是哪些呢 做了这个 一头十二张 切除的病人 在最初恢复的时候 往往在三个月的时间 就要进行复查 那么复查的时候 我们主要要复查一个 肿瘤有一个标志物 它叫西二一二五 这个是一个肿瘤的 一个重要标志物 特别是一线肿瘤 它这个会升高 那么我们就要查它 看它高位高 它要高起来 我们要警惕 是不是有复法 是吧 另外的话呢 我们就是要做个吸涕 看看这个吻合口的部位 有没有肿瘤的浮发 它是不是通畅 另外呢 就是我们要检查 血肠规肛功能 血肠规反映了 我们这个人体总的情况 是不是贫血啊 是吧 是不是有炎症啊 是吧 那么肛功能的情况呢 反映了我们手势后 你这个肛功能怎么样啊 代谢是不是好啊 蛋白是不是够了 蛋白是不是 白蛋白 总蛋白是不是都够了啊 这个是反映你 体体的这个 愈合能力 所以我们呢 要定时 手术后三个月 所以我们要检查 这些个东西 其实在谈到肿瘤疾病的时候啊 我们大伙都知道啊 有手术治疗 有放射性治疗 和化学治疗啊 那对于一些 不太适合手术治疗的患者 那放疗化疗 可能就成为了一种 有效的选择 那我们也听说过啊 在一线癌的治疗当中呢 有一种方法 叫做术中放疗 能不能给我们讲一下 这个是怎么回事呢 指的是一种这个 比较精准的放射治疗 那么这个放射治疗呢 往往是由加速器来完成的 啊 那个加速器呢 它是一种产生 噶摩射线的机器啊 它照射的比较准 能对准这个疾病的这个地点啊 比较精准 所以这个就叫数字啊 所说数字就是比较精准啊 就是计算机控制的啊 一个能够产生 噶摩射线的一个加速器 这么一个机器 才产生这个 用这个机器来治疗 因为这个治疗呢 它照射的把比较准 副作用小 其他的损害也比较小 所以这个是我们 常用的一种资料方法 您刚才说到了 也是一个高科技的应用啊 我们找了一些资料 这个资料当中 也给我们介绍了一种说 在这个胰腺癌的手术过程当中呢 也会进行一种放疗 我们知道一般的放疗 都是在手术前 或者手术之后去进行 那么在手术之中进行放疗 这个有什么特点吗 这个是医务工作人员啊 在这个胰腺癌治疗当中啊 摸索的一个办法 既然是癌中膜嘛 死亡率这么高 所以这个医生就摸索一下了 就是能不能这个在手术当中 直接地把癌细胞杀伤 那么手术当中 怎么来照射这个东西 使它癌细胞杀伤呢 那么这个就是必须在 一种特殊的手术室 那么这个手术室呢 就是有加速器 有噶玛射线 把这个手术当中呢 把这个胰腺 肿瘤这个部位 直接暴露在这个 噶玛射线的照射之下 那么这样一个情况 你就是副作用小 那么这个噶玛射线 直接杀上肿瘤 多吃营养丰富的食物 胰腺癌的患者在饮食上 首先要考虑营养方面 可以多吃一些高蛋白 多碳水化合物的食品 注重合理搭配 胰腺癌患者要注意 日常饮食中 蛋白质碳水化合物 脂肪的比例 以碳水化合物为主 蛋白质和脂肪的比例 要适当 最好选择易消化的食物 避免食用刺激性的食物 可以配合山楂类的 梳干里气的食物 调整饮食结构 一线癌患者需要从饮食中 摄入身体所需的维生素 平时可以多吃一些 新鲜蔬菜和水果 以及骨类 豆类食物 在平时适当吃一些 干薯 豆类 骨类等食物 还可以起到 预防一线肿瘤的作用 好了 观众朋友们 本期吉林卫生 就要和您说再见了 最近天气逐渐降温 吉林卫生 在这里还是提醒大伙 应该及时地增减衣服 以免是感冒等症状 疾病的发生 还是希望您能够 每天都是健健康康的 好了 我们今天就到这了 下期节目再见